大家好 大家好 收看五次直擊 繼續留言和打禮物 現在打電話來只限問兩條 因為如果問太多 其他觀眾就問不到了 沒錯 公平處理 我們會嚴格行 看成交雅房上有很多移動股份 因為彈銷也多了很多 跌340點步24,209點 如果你說恆指的話 我會看最近的一個橫行位置 其實就是24,300 現在就是穿著的 看回收市會不會有機會上去 否則下一個位置要下望23,700 現時下跌的情況 最主要可能一來 新經濟股份的表現 就稍微有些回吐在這裏 看到騰訊要跌1元 阿里巴巴要跌2.5的百分點 繼續受制 可能和軟銀可能減持有關 中芯回得急 美團3.7的百分點 都會影響到市場的氣氛 當然真的影響到恆生指數 點數 還要看一些 譬如941中移動 5號仔匯控 1299郵邦這些都是失助 近來有些比較橫行的支持 所以它們對於恆生指數的影響 就更加明顯了 是 我只想看見價高的 中芯下跌得多了 但看到YouTube上的Wilson 可否進入 現在是26.1 進入就先看好一點 你不如看10天線會否去到支持 因為它前一段時間都衝得非常快 簡直是超過45度角 比較衝得厲害 RSI 其實都去到很高位置 一度去到84,超買 今天都挺大的沽額 暫時就不要買了 留意股份方面的蜜糕開之後 一陰就暫時起碼蓋兩枝羊 即是說不單只是一個叫做穿頭破腳 還要是穿頭破兩腳 所以走勢方面逆轉得相當明顯 當然現在這麼快就抵消了最近的兩枝羊竹仔 就要測試第三枝羊竹 它已經挺有支持 當時收價其實就是26.4毫半 這個位置26.4毫半 後來開價是24.2毫半 所以見到如果大家有貨的朋友 你就要小心 今天明顯是一個叫做高開低走 穿頭破兩隻腳 如果26.4毫半都站不住 就很明顯還要進一步向下試24.2毫半 所以我都是贊同 如果未曾有貨的朋友 就最好不要急著去買 甚至乎如果在低位 有貨拿上來的朋友 其實今天一個轉向這麼明顯的訊號 可能就要想位置是不是要止賺 是啊 那麼止潔那些又怎麼辦 我看到Carring說它26.9毫半有貨 是否可以再溝貨上網多少和前景 它是不是想走的 它是想溝貨 如果是溝貨的話 都不是今天的事 還有因為本身為什麼 有時衝到這麼高 未必會建議買 已經因為防守性比較低 變成人家只賺的時候 你就要想知不知是蝕 似乎它沒有這個選擇 如果你不想走 你不就繼續拿著 就沒有溝貨 沒錯 留意今天一個叫做 寒涼之羊足 我自己覺得都頗難 自己留意一下 這隻中心要跌8個百分點 順便都輕輕看了 就是華控半導體 都跌得多 跌5.6個百分點 如果我們看看它今天走勢 現在暫時未曾穿頭破腳 因為上個交易 握了一支羊足的開市位 就在25.95元 現在就26.05元 就是差一毫子左右 如果再跌一毫子或以上 那都是蓋了整支羊足 屬於一個短線極明顯的見頂訊號 我見到今宵Emilio都有問 是不是應該問 是嗎 不如走了它算 擔心見到美股 星期五下跌了這麼多 現在其實華紅都高開低走 你都是比較玩得短線 其實短線都可以先吃股 是的 這裏大家都要留意著 都是一些 一些新經濟炒作 又看看這隻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股 763 因為一早就已經回回所有的升幅 現時在當日那支大洋竹 當日升兩成過外 那天開22.8元 其實今天最低23元 即是說 那支竹基本上就還回 不要說七七八八 還回九成 又再悶下來 其實一個晶片股 是炒作得有些少許過熱的情況 這期 大家都知道 要完全依賴中芯的製作 實際上都有些困難 所以暫時炒得比較熱的情況 就有個風險大些 我看到剛才中芯 Vicky都說 是否保持18.6元有貨 厲害了 這個炒了這麼久 那我覺得 如果你是很短線 可以先只賺了先 如果你有多過一注 可以先減一下 首先先吃了五少少線 是的 然後看完芯片股份 不如也看剛才提及過的 一些叫做新經濟股份 比如阿里巴巴一定要提 因為它的跌幅 在ATM裏頭 都偏多 2.6個百分點 同時 又失去210元的支持位置 現在 由上星期五開始 應該說 公司方面 越來越似 會進一步被軟銀減持 因為軟銀 叫做 來自軟銀 坐博 那位人兄 孫正義 就任了董事 既然董事都不做的話 是不是都對於長渣 阿里巴巴失去興趣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有機會落實 進一步的減持動作 210元失去之後 有機會 就是走回較早之前 大型小小的區間 區間其實挺闊的 有機會穿200元 不如這樣看 先試回較早之前的支持位置 大概是206.8 206.8這些位置 看看會不會先行試一試 如果穿這個位置 已經穿上升軌 所以我覺得暫時 短期都是看著這個位置 是的 206.8如果要再穿 因為20天線 其實就沒有失去過 在整個五月到現在為止 只是今天第一天 如果206.8穿呢 換言之 就這裏有少少 看看是否叫做 雙頂跌穿頸線 如果是的話 可能有機會要去到190 那些位置去進發 是啊 所以沒有貨都不要買了 沒錯 如果短插都要小心 如果你本身是長插的 那你就繼續插著它 是啊 然後如果你說看完 都可以看一下 3690微斷 因為都在高位上是匯通的 不過由於這隻都比較 好手指那麼追捧 我就看到 似乎大家又在問 可不可以進多個 大家在問 可不可以進多個 要走的 那其實它現在來到168 如果它在高位上 橫行的位置 169.4 那我會看看它 下午可不可以先站穩 那如果其實就169.4都穿呢 那我會建議 短線可以考慮走人先的 如果收穿的話 那暫時都在這些邊緣位置 可以觀望一下 那都未必是說 現在買的了 是啊 似乎 看了這麼多隻股份 都好像是 終結了那個結論 都是不要現在買 以上講過這麼多隻股份 就是剛剛 是不是展開一個 調整浪的時候呢 那可能大家 就要再忍手多一點點 看看會不會有更好的 一些價格去買了 那不如都順便看回 今早早 兩隻厲害的新股 兩隻首日掛牌的新股的表現 首先看一隻 升幅多一點的 這兩隻都很厲害 康基和海格牙 是 因為現在呢 有隻正在招股的另一隻 醫藥股 海浦瑞 相對板塊沒有那麼吸引 都沒有它們那麼強勁 那個應酷的熱烈情況 那康基呢 現在就去到 26.2 是的 都捱近九成 升幅 今天呢 Day High 衝到上去 26.7 不過呢 股價其實呢 都還是陽足 因為呢 它開市價 其實只是25.9 而已 那就還是有兩毫 兩三毫 市左右的陽足仔 我們試一下開個五分鐘圖 來看看 看見春浩珠 悶在這裏 抽中兩手 分別二十四和二十六 又溝一轉 都說幾多貨 這麼喜歡 就想看一下 有什麼操作 其實本身呢 它醫鞋的板塊都很吸引 它的業績也是很好的 如果你說看回 這個五分鐘圖 你騎到呢 就在26.05 其實就是26元 26元 就暫時見到支持 如果你之後 站著26元 都不需要減住 如果穿26 我覺得你短線的 就是看你是否打算即日 即日的話 可以先去食物 但是如果你26 才溝完 那我想你就不是打算即日的 那現在如果你不是即日 就不是看五分鐘圖 那看回 還是一個高開高就 可以繼續拿著它 是啊 那基本 我又未必說 夠膽在日中呢 加這麼多 因為 通常都是 我自己會看 譬如看半天 那現在半天呢 其實那個走勢呢 都不頑的 大概呢 都有羊竹仔三毫子 但是呢 其實說多不多 加上見到市又好像 越回越多的時候呢 是否這麼勇敢 不斷去加呢 這裏是沒有難的 它應該是非常看好這隻 本身 那我想用26元來做一個短線的分水嶺 呢 可以減少少少的 我就看25至9 都是開市第一口價 好 好 然後呢 順便都最後講完 6078 就是那隻 海吉亞 海吉亞相對沒有那麼熱 不過呢 說沒有那麼熱 其實它今早就高開兩成左右 其實現在是升多了 現在是 就升39% 我想都 都受惠賣呢 所以今天的兩隻一起 就很熱炒 看到有些 其他個別醫鞋股 都有些資金 有些少少 暫時離一離場的情況 湧著這兩隻 但是海吉亞來說呢 如果你是 已經有 其實它是 沖完之後 開始回回少少 我會覺得下午 如果 都 未上得回去 例如 26.3左右 那些水平 那就可以 短線都先走了 嗯 那這隻 我猜不到它 都追高一段 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 保持著 可能放止 它有機會 可能走高一點點都未定 雖然概念上面 就沒有 剛才那隻 看機那麼強 嗯 現在12點02分 恆生指數差不多 就低落收 做了期結 下半日期結 恆生指數現貨跌390點 14159點 成交都大 787億 我們去廣告之後答問題 好,回來節目時間 這一節便可以開始答問題 大家可以繼續打來留言 和留言 看回youtube上面 繼續 都還在問微盟 都是想問可不可以入貨的 那 是啊,Fionne 現在可不可以入貨的 其實它都站穩了幾天 那 現在又再升多了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九個二毫七左右 因為現在去到中間 又未突破到 你說剛剛開始 我會剛剛站穩可以考慮 要不就破頂 十個二毫六才買 現在就有少少在中間位置 就很少在這個位置 入貨 好,跟著我看微創 都有人問是想入貨 又是入貨 今天醫療器械板塊 剛才所說 都有一些回落的情況 不同股份 有不同的回落幅度 這隻就落百分之二的 現在做了二十八個半 不過兩天都是一些少少 叫上影線 陰燭不算話很多 亦都是靠近 較早之前的大陽燭的頂部位置 我覺得如果從一個日線圖 覺得少東西看的話 可以看完小時圖方面 明顯見到較早之前 大約是二十八個四 我當初步一個支持位 有貨朋友 二十八個四站住 就由得他 這個應該是二十八個四 初步站住就由得他 如果二十八個四失去了 就未必需要吃 但我想暫時就不買著 因為很多同類型股份 今天都落的 是,同意 剛剛回落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聽一下電話 好 電話旁邊有鍾先生 Hello鍾先生 你好 鍾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992 是,聯想 買了沒有 買了,四個三 四個三 今天你說 不是今天 到幾天賣了 好啊 是不是貪業績還是什麼 最初看業績多好 打算收息 嗯 如果是息方面 看一下 隨正日 7月13號 隨正 24號派息 看著他現在股價橫行 其實消息面最近就沒有什麼特別 真的沒有嗎 其實反而較早之前 他出發了一份好業績的時候 他的價格又不是很肯升 現在就一味只有一個悶字 我覺得他橫行現在的區間 大概四元那些位置沒有失 四元不失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橫行水平 如果四元失 就不要盲目地等息了 是呀 除非你真是很想著去長渣些股份很多年 否則 就算你說 即刻 除了息之後才放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特別大意義的 所以我覺得 只要橫行在四元 你儘管 預算橫行 但是真的不強 還有沒有什麼消息 是啊 四元就出事了 如果穿四元的話 是的 我就建議不要盲目地等 什麼時候除靜了 是啊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電話中心 拜拜 承接著剛才說的微創 我也想回答一個 應該說很多人都問 9996配價 好不好吃了它 好不好減辭 各樣情況 今天現時半天的收價 都是不好看的 當作上日到交易日到楊竹的開市價 33.9 現在似乎是33.5 即是說 就吃了最後那支楊竹 走勢當然 似乎跟其他的同類型股份差不多 都是有少少短線要回落的跡漲 我覺得可以考慮 如果今天就是全日 都是收失33.9 的話 就算不清 都可以 起碼減辭一半 那你說 需不需要清呢 其實 不一定是很差的 因為較早之前 都起了一個比較好的平台 但是就會變成 如果要失33.9 可能 再向下 要去到32元 才能找到支持 都是一元的 三四個百分點左右 你自己去想 是啊 我看到有人想加 加 就暫時不要 是 加最少都要 找33.9 甚至乎 因為今天始終都是陰燭 所以 我就覺得 今天就未必需要 進取到考慮加 如果你是未買的話 那就不用了 嗯 好 然後 就想問一隻 二四二信 就是 Lulu 她就說 有貨的要不要沽呢 她就說 沒有說幾千有貨的 是 現價就是3.01 其實她就去到近一個 前底 2.94 都近了 嗯 那 那觀哥 我會看這個位置 是啊 即是 悶了在這裏 橫行 沒有什麼特別大起色 是啊 但是又不是說急插得很重要 嗯 那跟手呢 我就看 981 剛才看241 241 都會買了 要不要止蝕啊 還有 都有位朋友問好醫生 兩隻都好似 今天 阿里健康就回了3.4% 都會買了 要不要止蝕啊 我覺得 今天都有機會 就 其實 如果我是你呢 我會暫時保持著 嗯 因為始終她 當她沖的時候 其實她都會沖得挺厲害的 還有呢 如果我 就以一支 楊竹 竹身 這樣去看的話 較早之前 就22.4毫 還有一條 比較近一點的 十天線 就是21.9 所以呢 一個位都未穿 那我就儘管看看 是啊 不過真的 那個位買 是比較難坐得舒服 是啊 好 好 接著看一隻6060 前陣子 前陣子起動 表現就非常之不錯 那 Buzzle Chow 就說入還是吃呢 我想她就 可能是不是有些貨 在想家還是吃烏 其實她就 前陣子 她就連這個 36.7都是突破了 36.7就是3月的高位 其實這個是幾頂來的 今天就高開低走的 但是暫時最低都是去到36.7 那我覺得 如果你說要去吃不吃糊呢 起碼都36.7都穿才突破十八 因為其實她是 在這裏已經是 由一百年下半年到現在的高位 來的了 那是兩年高來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真的要買 其實就讓她站著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考慮買的 另外呢 我看了剛才所說的 就是1833 好醫生 陰竹下來 較早之前 如果要參考那些頂位 就是116.9 現在是114.3 暫時突破就失敗 又不是說很差的 代表進回橫行區 當突破 落回來 那之前有一支羊竹 那支羊竹都很重要 當時那支羊竹 收就收 111.4 所以現在呢 距離那些位置 都有2至3元坐緊 我覺得呢 有貨也是 照保持著先 一隻她 一隻阿里健康 兩隻呢 其實都是趨於破頂 都是強勢 那今天 叫做醫療類 稍為回吐少少 照等著先 暫時未失位 純粹有些出貨 今天就 是 跟著看看3662 Karen 她就說 一跌已經跌到100天線了 8.4有貨 那是不是應該止蝕呢 現在 它就真是幾嚴重 我都會得 現價7.7 3 之前有一個支持位 8.1 這裏都幾底 其實都已經是穿了 情況都幾惡劣的 那我想都要去止蝕 除非你打算慢慢坐下 雙頂、背驰、穿頸線 是展開新一個行程的 最明顯的一個銷色路 很嚴重 甚至乎 真的 除了沽正股之外 如果有得做膽 可能真的要開始進一步向下 是的 雖然沒有 意思是說 其實走勢會很難 另外 有位朋友 它是不是很久沒有跟 3900 六成 中國是否要走 我都要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我建議 就走了一段時間 走了很久 是的 因為8.2的位置 那些中位數 基本上就失去了 較早之前 這些位置 現在就下來了 當然 最後關頭 就可以再穿下方 7-3.8大 已經太遲了 不夠敏捷 現時所有軍線都失去了 包括250天牛洪線 7-8.8 現在7-6 所以有機會都是炒完 下回去 是的 今天市場都回來了 我們就看看下午有沒有機會上去 現在中共收補24,159 我們這次時間到這裡 下午回來再和大家看市 下次見 拜拜 拜拜